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那今年呢 2015的貝德大遊行的日子 是在3月14號 3月14號也就是下禮拜六 那我們這次遊行的 口號叫做告別核電能源心願 那次李宗 目前核四它是封存3年 那但是呢我們必須要告訴大家 說的是核四並沒有真正的品見 那目前政府它宣示 只是封存停工3年 那3年之後有可能隨時都還會 死會不來也還會運轉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求的是呢 我們希望核四能夠 直接停止無需封存 不要再浪費這些封存的預算了 直接停止才是民意所需 所以我們今年的遊行呢 有口號第一個就是告別核電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次的這個吉祥物 是一支鶴 為什麼要叫鶴呢 我們看到鶴上面有核子反應爐 我們希望能夠送核電最後一層 希望核電趕快駕鶴西龜 所以我們第一個主訴求就是 我們要告別核電 那告別核電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大家好好的想想看 我們第一個訴求就是核一二三 要盡速的除疫而不得研疫 為什麼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人口密度那麼的高 核一核二集中在這附近有多少 有到達一千兩百萬人的人口居民 那核三廠也是離高雄那麼的近 那除了這些之外呢 我們的壁紙 我們的斷層 其實很多的問題 其實都是在這次 已經超過運轉三十年的這些核電廠身上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 核一二三它必須要盡早的除疫 不得研疫 那第二點呢 我們剛剛已經有不斷的講到 我們要求核四它要直接的廢紙 直接廢紙核四的預算 直接廢紙核四的計畫 不能再封存 那我們這一次在能源心願上面的訴求 有幾個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是我們希望 我們要求落實前瞻性的 制度性的節能政策 反對用電無止境的成長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環節 只有把節能的部分 特別是制度性的節能做好 台灣才有可能做好我們的 能源轉型的工作 第二個是健全綠能的發展環境 打造綠色經濟的產業 這部分當然大家 可能很多朋友也比較熟悉了 就是再生能源的部分 我們到底要怎麼發展 那這個發展 我們不只要定出數字目標 因為再生能源的發展 它其實跟過往的集中式的能源 核電或燃煤都非常非常不一樣 核電跟燃煤的發電 都是我們所反對的方式 所以我們希望應該要建立一個 適合綠能發展 有利綠能發展的整體環境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 所以我們也要要求 現在在去年的九合一選舉完以後 有非常多新的縣市首長 剛上任 我們也要問他們 請問你們 請你們拿出地方的區域的能源轉型的政策 這是我們要要求他們的事情 這個部分目前在全球的歷史上 看起來是非常重要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一次在我們海道上面 其中包括也有所謂的能源大道 那在整體的呈現的意向上 也會更著重在新能源的願景 我們希望這步跨出去 能夠不只是這 能源的這步跨出去 其實不只是單單在能源領域而已 它其實也可以帶動後續的產業政策 跟綠色經濟的轉型 那這部分也是我們未來的工作裡面 跟我們的倡議裡面 越來越會提高比例的部分 謝謝 我們學習 我們努力 不要用禮盲來攻擊我們所有的民眾 我們提出我們的需求 我們落實 我們踏實一步一步的在走 可是這個政府到底在教會我們什麼事情呢 過年前偷偷的把處理核廢料的這樣的標 把它招標出去 從來不正式的好好的面對核廢料的問題 那我們走街頭這麼多年不斷在談世代正義 我們現在覺得不要再 不要再這樣子悲情這訴求了 我們就是自己產電自己用 所以在這次的遊行 還有我們的擺攤活動裡面 我們會自己拿著腳踏車來踩著發電 我們有果汁機 然後我們要踩電自己煮咖啡 我們就用現場自己實踐的方式 告訴所有的人 這就是媽媽的決心和愛心 不要嘲笑我們 跟我們一起來吧 謝謝 自己站出來 而且我們也堅信 女性必須在 不管是環境 反核社會 經濟 政治的議題上發生 所以我們要呼籲所有的女人 在三一式遊行那天 跟我們一起站出來 婦女心知會堅持反核 直到核廢除那天為止 這次呢 遊行裡面呢 我們也有邀請我們的 不管是第三勢力的政黨 還是我們的反對黨 也來現場擺攤 向民眾提出他們的能源訴求 我們希望的是 如果保守的執政黨 不願意做能源改革的話 那就壞人也是很好的 我們希望的是 民眾希望是真正看到 台灣能朝進步的能源的 這個情境 能源的狀況來 邁向這個未來的 告別核電 能源心願 能源心願 告別核電 告別核電 能源心願 能源心願 能源心願